我想我們今天選擇罷工是想表達我們的訴求 我們希望政府或相關部門有所回應 去保護香港市民 把我們的資源用於其所 我們明白到天災是我們控制不到的 但在一些政策上我們可以減低天災對我們人的傷害 我們希望表達這個訴求 所以我們希望它能做到一個空關的效果 令到我們那個來源 那個病毒的來源可以減少 都希望政府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阻截了那個來源 因為以往就在香港本土 但今次就是在國內來到的國際人 我們是不知有多少是帶病 因為今天就是第一階段的罷工 大家是去七間龍頭醫院那裏超渡 但如果明日我們真是迫於無奈 政府真是不答應我們 我們要發動第二階段罷工的時候 明日我們其實是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希望在醫管局的總部那裏靜助按議 我覺得效果是超乎我的想像 我在這裏真的要再一次感激所有醫管局的同事 特別是新界東聯網那些同事 他們真是很踴躍 如果你說服務的影響是一定有的 這個我們不能夠表應 但是來說如果你說醫管局的服務不足 譬如說流感高峰期的時候不夠人手 譬如說專科門診要排這麼多年 那其實這些服務不足又是誰造成的呢 不是我們醫護人員 我們醫護人員是不停手地做的 而造成這些說對病人影響的 是不是只有我們工會這次的罷工 就令到所有病人受了影響呢 還是醫管局一直以來的不作為 令到病人的影響大些呢